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VBS的国际plus娱乐大小事 我是慈怡我来了 还有郁文今天再麻烦你啰 大家好我是郁文 赶快带大家来关心这个礼拜 或是应该是说最热腾腾的 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篇 超长超长堪比论文等级的一个发文 是 郁文你划了多久 我大概划了有超过半小时 才真的看完这样子 而且内容很需要好好的消化一下 我也是边看边想说完蛋了 这个对于我们记者来说 不知道要写几条稿子 才可以把这所有事情整理完 所以应该很多观众朋友都想说 哈我其实也没看完 我想你也不是孤单的 网络上一堆人都在求懒人包 哇 可是PTT有一个网友他非常厉害 他就把这两万多字呢 精简成110个字七大重点 带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黄子教他到底想要表达的诉求是什么 第一点呢 他意思是说呢 帮文章打了很多预防针 因为里面很长很破碎 他有一直强调说 你不想看 现在就可以不要来看 第二点就是呢 不用原谅我 因为都是我的错 这样子 这个也讲了好多次 再来就是他在文中 速度的提及自己的老婆 孟耿如 那也跟当天就是帮他 就是急救的那些医疗人员来道谢 那第四点呢 他也强调说自己没有要危机处理 因为危机太大了 所以决定要处理自己 然后第五点 则是 也是在文中 大家应该会看到好多次的 6月19 6月19 好几段的开头 就是6月19的那一天 他那一天呢 就是一个我什么都不要的状态 那第六点呢 则是自己的心路历程 包括说他回家 怎么样养病啊 把自己剃成平头啊 那老婆啊 的反应是什么 看到女儿的反应又是什么等等 第七点则是呢 让我变成黄子焦2.0的人 把我救回来了 那我现在是黄子焦3.0 未来我会做更好的人 那这七点也被外界认为说 其实就是一个意图啦 想做出要回来工作了 这样子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对其实这个文章PO出去之后 很多我看下面的留言都说 我其实来不及看 但是焦哥我支持你等等的 其实大家也是真的觉得说 沉寂了一个月啦 就是黄子焦可能 这一个月啦也是心路历程 整理了很多这样 里面他也有提到 就是他跟恩师张小燕了 因为大家也很 就是第一时间都想知道 那到底张小燕当时是怎么帮他的 或是有说了一些什么话 原来他好像有料蛮狠的话 对不对 是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这个焦哥就是出事的时候 其实小燕姐就有来回复媒体 就说他好心痛 因为黄子焦对于他来说 不只是徒弟 有点像儿子 就是个晚辈 很心疼他的处境 不过这次就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 那张小燕昨天也回应了媒体 他说没有原谅 没有能力 没有准备 更何况没有工作 那谢谢关心 为什么会就是这么罕见的来讲比较重的话 其实就有点像是爱滋生 则之切那种感觉 就是他心疼黄子焦的处境 但他也认为说这次很多他的做法 其实不是这么适当的 嗯 没错 而且其实就昨天那个黄子焦那篇文章里也有提到 他根本就是想要放弃这一切了 也都是就是小燕姐可能在旁边一直在好好的开导他 跟他讲些话可以振作一下这样子 好啦我们刚才也是很简短的讲一下发文内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报表 更清楚带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发文内容到底有哪些重点 艺人黄子焦上个月身陷meetoo风波遭提报后 事后拍摄三段影片公开道歉 随后就被紧急送一时隔一个月 黄子焦19号透过脸书小编发出2万字长文 首先强调在影片里绝对有认错道歉 并再次对相关人士郑重道歉 还说因为那天心里最直接的念头就是豁出去了 什么都不在乎面子也不重要 做个交代灵魂才能仿下 除了小编帮我删除影片关掉账号 在医院时我请太太删掉了手机内的社群网站APP 也完全不碰手机 8天后我才敢拿手机看个人社交软体传来的信息 不知写下长文黄子焦一字一句念完所写的文字 也在文中重现当天在医院的情况 写到当时身上插了很多管线完全动弹不得 还得依靠众人帮忙排尿强调身为艺人 这时候羞耻心和包装一点都不重要了 强调自己恐怕已经没有资格呼吸 他也在长文中强调很少介入别人的是非 不管是婚姻社会还是八卦报道都没有转发分享 因为相信故事只有主角最清楚真相 未必敢说完也未必说得清楚 消失在荧光幕前如今一个月后再度发生 黄子焦强调这两万字是这些日子以来累积的 当时的动向也再次引发关注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好这两万字的内容真的是一篇新闻讲不完啦 所以我们还继续带大家分析 其实里面还有提到的就是变卖家产 就是他所有财产的部分 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黄子焦收藏很多很多东西 再加上他其实很会赚 每一场主持费也是三十几万 或是可能拍个广告啊去主持活动就很多很多啦 但他现在就是一直提到6月19号想要放弃想要放弃 那在就是这个仲山区有一个亿万的这个豪宅 那当时呢就是他想要放弃所有的时候 他也想要把他的豪宅给放弃了 然后他就跟就是老婆说 哎资钱吧就是变卖吧退出吧解约吧 他哪有资格见人 就是非常的就是当时非常低潮 那老婆孟耿儒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就是不乏一语然后听他这样子娓娓道来 我只能说孟耿儒他的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而且他在停工的这时候呢 其实孟耿儒跟他是一起的不只是退出新戏的演出 连他前阵子其实开启了一个就是新的画展 他也没有现身就是应该算是非常就是贴心的陪伴在老公的身边 是对啊所以刚好就是这个停工一个月来 其实黄子焦因为他现在等于停工嘛 然后以前一些代言什么 其实合约这些违约金应该现在经纪公司也都在处理当中啦 不过呢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文章里啊 就是黄子焦说他会选择在昨天发言 因为今天是孟耿儒的生日 所以他某种程度也是想要跟老婆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 也想要黄子焦3.0重新付出 也希望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好可是不要忘记那时候他po的那三段影片 毁灭式爆料哦好多艺人被扫射到 其实那包括吴宗憲了 吴宗憲大概知道就是比较大到性格嘛 所以那时候被扫射到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已经有先跟这个黄子焦讲一些事情 对当时呢黄子焦是针对吴宗憲 就是历年来的风花雪月做了评论 就是反正就是暗指这个憲哥呢 就是哎呦四生活感情比较乱啦 当时他就回应说胡说八道 而且他想要来提告他也自认说 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下流的事 那等黄子焦就是出面的时候 再来处理他这样子 那昨天黄子焦的这个两万字长文里面呢 也正中的像当天影片里有提及到的人事物 就是说一声抱歉 不过呢就是憲哥就大家也很好奇嘛 那现在黄子焦已经回来了 对啊 要怎么处理他 但是憲哥面对就是媒体的提问呢 则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我在想他可能也是在就思考说 下一步应该要如何回应 不过两个人的恩怨呢 也被知情的人士来爆出来了 因为当时一起合作这个主持 这个节目天天乐翻天的时候 就是当时黄子焦算是比较当红 那憲哥是还在起步的阶段 然后就有传出制作单位 刻意挡住憲哥的大字报 让这个镜头聚焦在黄子焦的 就是身上这样子 后来又一起主持这个超级星期天 那因为呢又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好像镜头比较常拍到焦哥 那他就研发出 最招牌的口头禅 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嘿嘿嘿 就是来吸引 就是镜头的目光这样子 就是传出两个人 在多年前其实就已经种下了心结 才会导致这些恩怨的发生 了解 但其实黄子焦昨天那常文也有说 他的毁灭世报有 一半是自己经历 有些只是道听途说 是听别人讲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讲吴宗仙这些事情 是自己经历还是看到的 可能还是以为他们自己当事人最清楚啦 所以接下来是带大家看一下说 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他在里面一直深深提到的 就是孟耿如还有他的家人这些事情 透过这个报道 来大家更清楚看一下他的内文 脸书上发了长达两万多字内容 不仅还原事发过程 更透露事后怎么挺过来的 一切都得感谢妻子孟耿如一路相伴 内文多次致歉 事发当下就如同吴若全老师解读的玉石剧焚 他烟行过来之后 除了太太和医护人员 一直没有办法接触任何人 但在某个时候想起了爱人和被爱的需要 黄紫焦回顾这些日子的心境转变 选在沉寂一个月后发生 还有这个原因 原来7月20号正是孟耿如的生日 选在前一天19号发文 除了是重申满一个月 更要祝妻子生日快乐 许诺未来会做更好的老公 也是现在仅能给的礼物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然后一起弥补 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 孟耿如坚强面对 陪着黄紫焦度过低潮 而内文内黄紫焦不忘提及 感谢恩师小燕姐以及川哥的陪伴 出院之后曾透过电话连线 坦白了许多心路历程 哭哭啼啼两个小时 而经过这一个月沉淀 黄紫焦说为了爱她的人 期许自己转变成黄紫焦3.0 会带着手头上的爱往前行 推本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